好 回到第二節的動物無聲 我們剛才講完關於網店的經營 或者多多少少不同的考量 我們還有第二節的 第二節剛才就講過了 兩位嘉賓去了一個台灣的同仁Event 台灣的同仁Event的名字叫做Comic Nova 4 雖然叫Nova 但跟這個夢幻之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千萬不要有關係 但兩位去這個展 其實所謂何事呢 去參展還是去參觀呢 我們是去參展的 我們是去賣書的 先簡單解一下 這個Comic Nova 4 已經搞了四屆 這個展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強調原創的 即是它的場所告訴你 不准買二次創作的東西 這麼奇怪 整個場所只賣原創的東西 原創方 沒錯 這麼謀法局 所以Cosplay 好像是很少見到 Cosplay有 但都是原創角色的Cosplay 原創的Cosplay 即是自己的作者畫完之後 自己的作者畫完之後 請人去Cosplay 哦 我們很難理解什麼是原創的Cosplay 就跟著他這套作品的角色的打扮 真的穿衣服 然後就在門口派傳單 你可不可以去參展 參展是賣什麼呢 我先說我 其實我們這次成團有三個人去的 除了我和小勇者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上次 你要說清楚 是小勇者 小勇者 勇者沒有去過的 還有另一位上次勇者訪問的時候 都出過場的奇犯 我們三個人去了台灣 我和奇犯都是出小說 奇犯出的那本就叫做《魔法師足跡》 那我那本就叫做 跟劣等生沒有關係 真實一點 什麼真實一點 不會像劣等生那樣無敵 很喜歡劣等生 你想知道我的故事的話 買一本看看 哦 那你呢 我那本就是講國共史的 剩下那本就交給史耀勇者介紹 我那本是一個漫畫 是一個四格漫畫 那叫做《魔法師馬英》 馬英 馬英 他不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哦 但也是適逢我們去台灣 做一些跟台灣有關的事 所以這本叫《魔法師馬英》就英運而生 他不是魔法師也有老婆 我只知道魔法師是指他一些特別的能力 我爸爸都死了 哈哈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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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馬英的必殺技就叫死亡之鴉 他有鴉過的東西都是會死的 不論是人或是物都會 都會受災的 災的 遭殃的 剛才那個蜜他是風災之後的蜜他 大家沒有看新聞自己回去找回 是名句 但剛才說到 如果這個場景這麼有趣 那我反過來 多一點 我們近來都做過不同的銅銀展的事 即是我們講 CP01也會講過 CP01的後談也有講過 之前也有講過不同的RG CW 香港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銅銀展覽 例如RG CW 最新的CP 或者一些only event 以及大學的銅銀 但對比一下 台灣的Comic Nova 他不是大部分人熟悉的彈筹 他不是FF 沒錯 兩位有沒有去過FF 不過我補充一點 這個展是FF的organizer 搞的 OK 但對比下去 我對比下去 我對比下去 都算大 是 用香港的幾個展 來做比較 大小如何 好像比較小 如果說的話 我可能要用一個比較老鬼 的比喻去講 就是以前蜜花神球場 大一倍左右 這樣也不是很大 其實他是一個大學的科 台灣的大學科很有趣 他不是香港這樣設計到美麗美換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一個中學科 面積大一兩倍左右 就是這樣 即是綠幼的大小 就是中學禮堂 中學禮堂 中學禮堂的尺寸大多一至兩倍左右 中學禮堂的尺寸大多一至兩倍左右 即是一個中學禮堂的尺寸大多一至兩倍左右 差不多 我們簡單說 跟狗展的方形場差不多大小 狗展的方形場差不多大小 狗展的方形場大小小 有些純原創的作品 沒錯 但其實那個量會不會不太多 你知道那個量是 就是參展量 參展量 就是攤數 攤數是很有趣的 我也是後來跟隔壁當 那些台灣人談的才知道 他原本只有300檔 但後來出來 我印象中好像是 380多 600多 600多 他寫了突破400 那應該是小勇者講的數 應該是600多 那麼誇張 實際上出的數 都幾多 如果你說原創都可以出這麼多 就真的很創作力豐富 台灣那個土壤和香港 我覺得是質量上的差異 原創的風氣 因為他們可能都多 都多原創的 如果說風氣不同 具體來說 參展的組織 或者是來的遊人 就是那些參與者 那個分別大概又是怎樣 給大家的感覺是如何 你先說 因為我先說 來看那些人的分別 跟香港的分別 我感覺台灣的參與者 比較熱情一點 那些人的分別 例如有些建本 那些漫畫 他們揭的時候 可能會多一點的用心 或者是 有時候會給我們一些 有時候會給我們一些意見 有時候會有一點交流 我覺得他們 很有認真地去看 所以我覺得是 比較熱情 比較有困難 你的意思就是 香港不認真 當然不是 就是對比 我來揭兩頁 放下 我的意思就是 譬如台灣的讀者 他想的東西會不同 可能他會 會細節一點去看 這些東西 可能會說 為何會有這些主題 會這樣想 有時候會多問 這些東西 即會反問 會反問這些東西 喔 反過來組織方面 會不會很認真 還是作戰狀態 還是等收錢 作者 講一講 我看到當日的情況 其實他們 因為作者 其實都有小說 但有漫畫 他們看到他們 都很投入去創作 我看到他們 會除了自己 有些書籍之外 都會有一些 一些小物品 去支持 例如書籤 那些東西 跟香港有少少不同 香港我都要收錢 這是精品 這是精品 那些是無料派發 還是 有些是 例如我收過一張 Posa AV size 他就這樣派給我 但我看到那些 質素也不錯 其實如果在香港 可能要付錢 可能是50 50 50 或是30 依靠質素 但台灣 我不知道是 都是這樣 但有幾檔 我都收了Posa 他們都很努力去宣傳自己 但老實說 我其實少去本地同行 但 據我所知 好像現在 都有點開始 像日本那邊 日本那邊 你去同行 event 你去即場買 他有時候會有一些 另外給你一張紙 那些 即兩頁那些 是的 那些折本 或者是給你一張 每一場 他送多一張東西給你 會有一些這樣的東西 那他那個 譬如說 在虎智月訂的那個 那那個 又跟另外一個特典 那你又要賣 很可憐 是的 那台灣 我想應該有這類的 是 遇到零來 那你覺得又怎樣 我自己就比較 即當日 我就比較 留宗 留得久一點 沒有說 小勇者 四處走來走去 我們主要跟隔離的 宗交流居多 先說回我們的檔灘 我們的檔灘 就是所謂一般小說區 旁邊就有 即他有分你的性質來分區 有 你是漫畫 你是小說 你是插圖 他都分了 我們就在小說區 跟隔離的台灣檔傾 那邊的feedback 都很熱情 大家都會看大家的書 然後會給點評論 然後客氣地 或者會欣賞的 互相賣對方的書 我還給他請我喝杯咖啡 我想這些在香港 就比較少見 另外我們的邪對面 就有一個 來自香港的一個檔 即大家都是原創的作者 他們就跟我們不同 我們就自己 銀河包出來 我想他們的財雄勢態 就比我們多很多 為什麼財雄勢態 會跟別人很奇怪 你講到 那個呢 其實是一個 我猜是由政府 有份贊助的 一個組織 我先看看 那個就是 你講到這麼邪惡 好像 沒有邪惡 很正氣 我們都收到他 派給我們的刊物 他就是一個 叫做 萬營萬展 第三本 這本書 好像很熟悉 好像誰聽過 第三屆 香港漫畫研襲營學原作品集 是不是在香港的展覽也有派過 他沒有跟我們說 我們後來聽聞 好像都在香港派過 可能在CWRG派過 總之他們就是在台灣CWRG派過 他們的作品集 但是 這本書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嚴格來說 他是不是原創 原創的 原創的 其實都符合擺展 那個規例 他那個 比較獨特的地方 就是 他不是我們所說的直參 他是每一場裡有廣播去介紹他們 那其實是 他們是一個 就是一個 家庭的檔灘 不是那些什麼小朋友 那些 不是 在場刊島 對 在場刊島 有介紹他們 他們是一個特殊的檔灘 可能他是河馬仔 香港人的立場 這本書有什麼特別呢 或者這個組織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 小龍姐對那些是否認識更多 哦 其實這個 香港的漫畫營 他是每年 就是一帝三屆 每年都搞一次 之前我們 其實我自己本人是參加了第一屆的 主要就是一個集體創造 可能會分開五到六群人左右 每群人可能八 自己組隊去畫一個漫畫 雖然你看到這些 每一個都是幾個人去畫的 嗯 我也看到 另外 另外 他的特色呢 就是 你看到那個島 就是他那個 書島 書島 結業的方法是這樣的 原本可能是一個A4 size 可能就會 一斬四 一斬四 就是一張A4紙 有四頁的內容 是 就會是這樣 其實你問我呢 我覺得非常不方便閱讀 那書島那些東西 你站在銅銀的立場 我又覺得沒有要求那麼高 他們 會不會是 我又不覺得 他們這本是全彩的 是 我又 不會覺得 會有成本 但這本為什麼 勾起大家 這麼特別的印象 發生了什麼事 會不會你跟他吵架 沒有 沒有 我不知道 我問一下 沒有 其實 我們擺檔的時候 就擺好一些 設定好一些牆 就是每個同行組織都這樣做 然後 我們擺完檔之後 當然是私下聊聊天 我們三個香港人在那邊私下聊天 當然是用廣東話來聊的 他們的人 大概早上10點左右 經過我們的檔攤 想派他們的刊物 因為他們的刊物是派的 即是鄭月 你所有 即是和佛教、野家那些沒有分別 我猜他們是宣揚自己的作品 即是告訴別人 有個這樣的東西 實際上 剛才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會場都有介紹他們 用國語 我們都聽了那個警告很多次 他們過來派書 當交換而已 我想是嗎 不是的 他沒有拿我們的書走 沒有交流的嗎 你不是說台灣的人很交流 那些不是台灣人來的 那些香港人 那些香港人 其實都有交流的 尤其是小勇者 說多兩句 他說他們第一屆參加過 他把他們的作品派給我們 我們就收了他 第一次大概10點多 就派過第一輪 為什麼派過第一輪呢 因為11點多 他組織的另外的人 就再把同一本書派給我們 不如派飯 如果他那本書可以吃的話 我多高興 一個小時後又派過 對 不同人的 所以我們也跟他說 我們已經拿了 你只是大眾面 不會 如果你見過我 我想我也很容易被認得 不過也不重要 不要認錯靈內小姐 就行了 我要勝轉 再一次向黑豬白豬的靈內同意 我也不好意思 第二轉 也跟他說我們已經有了 我印象中是女孩子 也沒有什麼事 然後我們出去買飯吃 因為始終都餓了 整個活動 那麼長 然後三點多鐘 那 真的是派飯 對 再派一次 這次已經不是問我們要不要 直接說拿給你 就這樣放在我們桌面上 那 我們都算了 一本半半收了 三本 兩本 兩本 中間那個我們reject 那個都給我們reject 我們前後拿著兩本 然後臨收檔 因為台灣收檔比較早 四點鐘就收 下午四點就收 但是他都好像早點開始 你說到十點多 他準備時間是九點半 他開場就寫十點半 開場就寫十點半 完就是四點半 完就是四點半 但是那些組織其實四點鐘都差不多收拾 那公務員呢 那台灣文化 因為可能他們 那個場地其實 不是那麼就腳的 老實說 他在一間大學裏面 那間大學就距離 所謂的捷運系統 有少少遠 你要走幾個字 我們都是跟別人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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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去得到那裡 大家都會大路同往 是啊 是啊 那先說回來 四點多鐘 我們準備收拾 然後那邊 就是萬盈萬展的人 那 在不分這個 遊說之下 就一次過就把十幾本 他們的刊物 就這樣拍在我們的桌面 然後說 給你們啦 然後就走了 他那些都瞇了膠 分不分厚度 十幾本就是幾吋 我聲音形容不到 總之就是 他一本就大概 超過兩個拳頭 一定超過 那麼大話 他們都是用雙手這樣給我們 雙手放在我們當面 雙手是誠意 是啊 我當成是誠意 一次過就放了十幾本 在我們桌面 結果我們 隨魂都沒有人拿回好多本 十幾本 其實我反過來 我充分地了解到 大家對台灣展覽的其餘記 非常之 那麼印象深刻 很印象深刻 即是 沒來頭給十幾本 你做什麼 可能他覺得 一本我們看不完 一本看不完 對 可能央房放一本 在廁所放一本 在廁所放一本 在廚房放一本 在客廳放一本 我不懂得怎麼回答你 我不懂得怎麼回答你 哈哈哈哈 但是 反過來 如果你用到這樣去說 其實他應該是政府的架構 即是公帑的東西 我看到那本書寫著 執行機構 是有香港生產力竹春局的 即是跟那些什麼 國際文化家大會的那些 那些 差不多 支持機構 有香港數碼娛樂業支援中心 我看過的樣子應該是政府logo 那logo很難分政府 那那些設計詞 只能有個樣子看 我猜的 那你說墨記詞也可以 墨記那個 超越政府logo 但是香港生產力竹春局 我想這個就是 沒得走的 可不可以他們內部的法律 你可能上面叫他們 不可以帶回去 不知道 我猜而已 所以沒有東西 所以他一定要 你當好像年宵那樣就可以了 年宵那些人 原廠都會剪爛花去的 那差不多了 我猜是吧 不知道 那說完其餘 那反過來 其實香港的同仁展 其實不多不少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各種各樣的意見 不論好壞 任何展覽都好 但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香港的同仁組織想參加的 第一個前提 舉例 這個展 這個comicnova 就是NOVA 就是NOVA 它是純原創的展覽 但是 我先不要理會 如果你做開二創的 就不好意思 你參加不到 例如你改一下 玩原創的那一期 問題來了 如何參展 好像都很不方便 其實很方便 很方便 其實它因為是FF的 負責那個機構 搞 其實報名的情況 FF一樣 如果大家報過FF的話 都應該懂得怎樣做 我不是每個人都報過 大家都覺得 報得FF的可能是大手 我們的小手都報不到 可能這樣 所以反過來 不介意我詳細一點 對 舉例 不如我再實在一點 幾錢 我們呢 那個長租呢 就是105元 港幣 港幣 應該是四分之一倍的 四分之一的 普遍的展覽 普遍的展覽 它再加多5元 是那些郵費的東西 就是180元 那個參展費 可以直接進入 他們在香港的 匯豐銀行 就不用做電會 不用做電會 不用做電會 這麼霸氣 我以為用西聯的那些 不用 不用不用 所以其實 費用來講 是相當低廉 分中櫃完機 就可以了 直接櫃完機 給他們 110元 更容易 找到誰訂東西 對 不行 太太太太太太太 那麼容易 那 錢是這樣 但是手續上 是怎樣 手續上是 你先要在他們 網頁上 註冊一個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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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寫明 你是什麼名字 你那個社團的資料 那為什麼要寫登記地址呢 登記地址 其實要寫的 那你 收不收香港地址 收的 收的 剛才我們說的網購 沒理由 寫香港地址 也不是去台灣買的 因為他本身 裡面的網頁已經很詳細地教 你是香港社團的話 你應該怎樣做 他有預期你是非台灣本地的 有 他教你怎樣做 你是香港社團 你是澳門社團 你是大陸社團 這樣 中港台內地也有的 網頁上說有 網頁上給中港台的人都可以申請 現場 因為全部人都說國語 我們就分不到 哪些台灣人 哪些大陸人 那 澳門又沒有呢 澳門就沒有見過 澳門那天應該也沒有 可能少些 澳門展覽也比較多 哈哈哈哈哈哈 總之我們當日就沒有 遇見過澳門的朋友 嗯 但是 剛剛你咪後面提到很特別的事情 大家可能覺得 因為我們上次CP 都討論了一個問題 最後部分 就是CP的桌子 比CW小 小了一點 會不會對那個商品展示 有任何問題 當日的嘉賓回答 即是Jun & Yui的神志 都這樣說 其實就沒有什麼關係 反正有個桂桶就很好 問題來了 遠征去到台灣 那張桌子是如何呢 張桌子我怎樣可以用聲音來形容 但是 當我們這樣 原本我們在CW的桌子 一道門這麼大的 那我們那天的時間 一檔就一半 即是好像CW半檔 其實 本身 我想要抽來一點點 我想說回台灣的 銅人牆的特政線 和香港不同的 香港以我理解 例如他的會場 只有100檔 那他就接受100個人報名 然後就接龍 台灣就不會 所以勇者就無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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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台灣是不同的 他表面上 因為他最初就說 摺300個檔 但實際上參加了 好像是600多 幾乎加倍了 而他的做法就是 按參展檔的數目 去再劃分 各個檔口佔面積的比例 即是怎樣 發覺麵包不斷切 所以我們當初報 應該一張桌子 到CW的桌子 但實際上去到就剩下半張 我們申請兩個檔 那就剛剛好得一張桌子 就會比較逼劫 那兩個檔都是兩塊水 也是一半 也是 這是台灣和人安排的特色 他盡可能都會給你參展 我感覺到人情味 人情味 香港也有 還有一些很親自的叔叔 可能會問問你這篇書 那些 那些 但他們說了 參加是這樣的 手續上是這樣的 但是 其實他展覽的期 好像多多少少跟香港 會不會有機會撞呢 我舉例 很多組織都會考慮這個問題 可能CW撞RG 大家都知道 FF 日本的Comicare 香港有時候會撞的 我看過的地址 它就是9月6日 9月6日應該就 感覺上不撞 9月6日應該不撞 但是9月開了 那學生怎樣參加 這個就跟台灣的文化學關 台灣是9月中才開學的 對 所以對於台灣的學生來說 9月6日還是在放假 明白 明白 如果香港的組織 比較難 這個考量的話 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 打算去台灣參展的 香港社團 我想 學生應該比較難負擔 我想應該都是以社會人居多 社會人居多 但其實我覺得挺值得玩 哈哈哈哈 你當去旅行 對 去旅行 一天而已 一天而已 一天 一天而已 對 然後其他日子 又是 星期六 台灣玩 沒什麼所謂 挺好 但反過來 暫於展而言 兩位有沒有一些比較深刻印象的作品 或者類似的東西 即是書刊 或者什麼 有沒有什麼可以介紹 就是分野 台灣的獨有土樣 才能出產這些東西 譬如我手上有一本小說 叫做 明偵探 雪狐與火狐 講一個偵探故事 都整個 二百六十頁的作品 因為我見他那個 社團的擺位 他又分了幾年 剛才正如兩位說過 他會分一般向的插畫 女性向的插畫 這些比較大的 另外有些比較有趣 例如一般向的小說 女性向的小說 然後有一個叫做 一般向的繪本 又很奇怪 我看的都不明白 什麼叫動物寵物 動物寵物 就是貓貓狗狗 他有些攤檔是專畫 很可愛的 是紀念歌的 它將貓維 Ground 再現變起來 應該像人撞著 香港也有 對 例如在貓本身已經很可愛 將牠二次元化後 不停地會買IT 這是勇者的 哈哈哈 但是很有趣 她的男性向的位子是小一點 男性向 事實上 我們到了那時候 然後才發現,其實整個場的90%都是女性鄉 不是,我看到很大部份是一般向 寫是這樣寫 寫是這樣寫 但其實一般向裏面,因為我也有走過場去走 一般向裏面是一些中性的小說 但它的封面是兩個男生 沒有東西的 當然沒有,因為有些是有東西的 就算你一般向小說也好 你看到小說的封面都是兩個男生在一起的 都是很一般的 女性向可能會脫了幾個樓 可能會脫了幾個樓 就是這個封面就是這裏 這麼小的看不出來 我看到一個男性向比較有趣 它叫做男性向插畫、漫畫、遊戲、影音媒體、其他 講回男性向,其實我也買了幾本 其中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 是一個叫做新與舊的斐塔輪背戰片 我一看的封面就被它吸引了 它的機器好像高達 即是機下人本來的 兩個軍團的戰鬥 我看到它好像高達 所以買了它 現在它已經出到第六期 即是感覺上好像UC外傳漫畫 對,很軍事向的 有點像銀鷹轉一張藍 人的樣子也有點像 人的樣子畫得像八十年代 我覺得很受 所以它畫的東西是很重的 那種味道 我一看到它就立即買了 這封面也很難相信 是紅人的機閒畫到這樣的樣子 我想有參考 可能那些揮號也有 但它始終有自己的風格 也很好 也很好 而另外 這個系列我也想說一下 這是什麼系列呢? 這麼奇怪的樣子 剛才我講到一些男性 即是放男性向的 有一些是R18的 看到一個角落寫著 的書籍 我是買了一些公口的 它的書名叫做 公口童話X有子走 很複雜 挺好 怎麼讀的 它有一個英文名字 不過好像叫做 Armatory Fairy Tales 就是一個系列 好像出了三本 出了三本 我們買了兩本 其實它的故事重點就是 把一些童話小說 例如大野狼與小紅毛 大灰狼與小綿羊 北風與太陽 這些故事 將它變成一些色情小說 有插圖 色情 真的是色情小說 日文的觀能小說 觀能小說 觀能小說 即是法蘭西文庫 但它的特色在於 其實它不是男性寫的 是由一些女性的小說家去寫的 當然有個分別 它是以一個女性 覺得這是一個很觀能的感覺 的小說 H 是公厚的 就寫下去 我揭了幾頁 好像跟我想像之中 男性的公厚小說 有一點點不同 但心想買的都可以的 即是描寫手法是 男性 不習慣 看了幾本 台灣的公厚小說 看了這些 不得不提的就是 台灣的小說的同仁 尤其是原創 是相對來說比較發達的 即是甚至我問過隔離 當他們的台灣人都其實 即是FF也好 甚至原創戰也好 即是小說佔的分比重 是比較多的 而且他們有一件事都挺堅持的 就是做同仁 就是要出書 也不會出其他東西 即是我也跟他們說 香港的同仁 都有一個現象 就是有些檔口是沒有賣書 就是賣精品 他們的反應是很驚訝的 即是O的 他們想像不到的 賣精品 他們是想像不到的 那沒辦法 可能他們的檔口是便宜 所以他們不需要考慮 那老實說 對他們來說是未必的 兩地的物價也不同 對香港人來說 只有一塊水 吃個KF雞也沒有了 台灣的物價大概四碗牛肉麵 四分一粒 一碗牛肉麵也一百多元台幣 如果折回台幣 這個錢應該四百多元台幣 好不好 五百元台幣有找 台灣人來說 對他們也不會特別便宜 但對香港人來說 吸引力真的很大 因為價錢的成本 真的不高 如果大家對於 原創同仁有興趣的組織 那真的可以考慮一下台灣 因為老實說 你在香港擺原創同仁 始終一定有些難度 即是我已經不算你的 印書的成本 各樣各樣 你的參展所耗你的時間 還有你的開支 都是一定是分量的比重 所以這個展其實都很推介給大家 我想兩位都不會反對 這個展其實是 怎麼說 草創的原創人物 是多值得去參考 即是在香港打算行原創 有心想做的 可以試一試去這個展 尤其是女性原創 那邊應該很受歡迎 那沒辦法 女性香 但女性香 我回到最後問一個問題 但她的展是否都是女性片多 是的 是的 我們見過在我們面前經過的群眾 都是女性展多 當然都有男性 但是部分像是陪對朋友來 拖著她來 拖著她來 拖著她走 拖著她來 拖著她來 移動閃光彈 好的 好 那今天那個部分就去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講其他事情了 好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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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